很多人不知道蒋欣祖籍是湖南的 她的血液里天生流淌着香妹子的火辣直爽 上世纪八十年代大部分家庭都痴迷于生儿子 但小蒋欣很幸运 有一对充满爱心思想开放的父母 她的到来让父母喜出望外 抱着她爱不释手 蒋欣从小就是个美人胚子 长着一张洋娃娃的脸 乌溜溜的双眸圆嘟嘟的脸蛋白细的皮肤 七岁时蒋欣开始在艺术团学习儿童歌舞表演 八岁那年她收到一份来自生活的礼物 被剧组选为小演员 当同龄人还在与父母斗志斗勇的时候 八岁的小蒋欣已经有了人生的第一笔收入 机会都是青睐有才华和勤奋的人 蒋欣不仅艺术天赋丰富还十分刻苦 有一次在下雪天拍摄 连大人们都受不了这样的寒冷忍不住抱怨 但小蒋欣咬紧牙关坚持了下来 从此她暗暗发誓将来一定要做个好演员 于是就有了后面我们看到她一个个经典的角色 二十岁饰演了零三版天龙八部的穆婉青 这个时候的蒋欣演技已经出见锋芒了 一称一怒一平一笑都让观众印象深刻 后面《甄嬛传》里歹毒又痴情的画飞 再到《欢乐颂》里虚荣自卑又可怜的樊胜美 每个人物都被蒋欣刻画得入目三分 让观众入戏动情回味无穷 所谓演技也大概如此吧 蒋欣的演技绝对是属于影后级别的 无可挑剔 看她的剧绝对不会有出戏的感觉 她的哭和笑都很真实很有渲染力 情绪总是不由自主地就会被她带进去 而与演艺事业一起齐头并进的就是她的身材了 近些年来蒋欣的微胖身材 是成为广大网友众所周知的一个事实了 在越来越圆润的路上一去不复返 作为公众人物身材管理是很重要的 因此蒋欣一度被黑得够惨 但她的心态一直很好 她自己也经常在网上参与微胖一类的话题互动 同时也获得了微胖借女神的称号 对于身材蒋欣说自己不是一胖体质 纯粹是吃成这样的 她曾为了角色积极地增肥 食量基本是一个普通女孩的三倍 而且吃饭特别快 属于吃东西停不下来的类型 喜欢甜的辣的油炸的 几个月体重就增加了10斤达到了导演的要求 幸好她天生长了一张小脸 蒋欣说最胖的时候是在156岁 有140斤 那个时候脸也没有多大 这可能会让很多人嫉妒 而当被问到如果说一边是吃货 另一边又要保持身材 这两者怎么衡量 蒋欣回到吃啊 要不然我会这么胖 偶尔会觉得怎么能把自己吃成这样 但吃的时候我觉得好幸福呀 不得不说蒋欣的内心是非常强大了 面对公众的压力依旧选择做自己 而在此前蒋欣出席一场活动 有网友发现她似乎又胖了不少 当天蒋欣身穿一件黑皮裙 搭配一双皮带凉鞋 走路带风笑容可居 和旁边的工作人员聊得火热清和力十足 可以看出蒋欣的状态相当好 一袭黑裙更显得她大方置信 不过虽说她身上这件裙子本身是宽松的款式 可穿在她身上却包裹得很严实 黑色的单品本来就带有显瘦的效果 但被蒋欣穿后却有着胖了一圈的感觉 将她上半身的圆润坠肉线条给勾勒出来了 皮裙看起来就快要被撑破一般 不过蒋欣在裙装上还精心地搭配了一款较为宽松的腰带 不仅起到了装饰的作用 还不会映乐出自己圆润的腰线 裙摆处则采用褶皱设计 能够呈现出较好的层次感 而虽说蒋欣这种身材在上镜时比其他女星烈士许多 但在现实中她这种身材才是完美的 甚至有网友表示这才是男人眼中的微胖 那么看到这里大家对于蒋欣有什么看法呢